像这样站桩这是不标准的 很多同学都这样站 或许会感觉到很松沉很舒服 但是我们太一拳讲的圆当是一个矛盾状态 要求是内进往外撑 外进往里合 要开中有合 太一拳是矛盾犬 这个圆当的状态有点像汽车轮胎的状态 里面这个气是向外膨胀的 外面这个轮胎是要往里收拢的 两者在矛盾当中这个平衡状态 才是我们要找到这个膨禁状态 像这种脚尖微微外撇 膝关尖往外撑的站桩方法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腰当形式 这叫敞档 正确站桩怎么站呢 双脚尖朝前站立 双脚外侧大约与肩通宽 在双脚尖朝前的基础上 两膝微微外撑 膝关节和脚尖上下对齐就可以了 虽然这样站呢 我们如果是原先是撇脚站立习惯的话 这一调整感觉上有点不舒服 但是这才是真正的练功 才是我们要找的膨禁的方法 感觉一下双脚尖朝前站立 我们膝关节 注意是适当微微的往外撑 撑多了就先脚了 往外一开 能不能感觉到双膝往两边撑的时候呢 大腿两侧 甚至是臀部两边的都有一种收紧的感觉 就像气球一样 你没往里吹气之前 它是软的 气冲进去之后呢 它就有那种绷紧的感觉了 一样的 也就是说内劲往外撑 外面有一种绷紧的往里裹的状态 如果咱们感觉灵敏的话呢 也能感觉到一个双膝往外撑的时候 整个这个跨缝 也有一种微微外撑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开中有和合中有称的原当状态了啊 如果是叫原当的话呢 咱们也不能单方面只考虑一个方面 那这叫前当 后面呢 这叫后当 两边都要开 前当后当都开 我们还是要找这个矛盾关系啊 包括我们整个套路里边的什么 偏马步啊 那个公布啊 实际都不是说全部都把它敞开才是原当 还要讲合进 所以要扣脚合膝落胯 合住进 这边白脚翻膝 开中有和合中有称 始终处在这一个稳定的 饱满的啊 平衡的这个状态 好 这个原当的状态 你明白了没有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 即转发 谢谢大家